再加兩個項目 搞什麼?一個一個都在這裡 幫助, 大項目, 幫助 你怎麼死了我的歷史? 你們想提名我選擇總裁嗎? Mr. Franklin 也是因為欣賞幫助你 才入股我們TVI 所以如果你去參選, 一定當選 除了幫助你 我們在公司真的找不到 第二個人有這麼高的領導能力 時生, 分軍 神哥, 我知道你和時生很友善 但如果做老闆, 我們真的不會選他 就是, 就連Mr. Franklin 他也不喜歡時生 那是因為他沒有和時生相處過 不知道他有多好 你跟過他, 你也不知道嗎? 時生有多好, 真不知道 他的壞事, 我們就聽得多了 說起來聽聽 好像說TVI開台第一年起 每年都有商量 但到他接手, 就馬上切斷了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幫助 我也不明白你為什麼這麼支持他 那是因為我看到你們看不到的東西 那時候TVI還是由前老闆 Laurence Ho主理 他作風很疏散, 很多同事喜歡他 但就是因為他的風格 令公司那年虧了錢 今年又虧了錢? 這麼久不行, 解僱人 何先生 你動一點就解僱人 那對同事很不公平 公司在虧錢, 不財源公司怎麼捱? 公司虧錢與同事無關 是你管理不善 Wilson, 你只是工程部主管 財務的東西你懂什麼? 公司的財務報表 我每年都有看的 公司今年虧了 但你不自我檢討 就找同事來開刀 好, 你這樣做 怎能對待自己在你下面 替你做生做死的同事? 好, 你有這麼多意見 我告訴你 吳財源公司可以做什麼? 減收花紅 我們這裡有這麼多的管理層 如果大家都肯放棄 年底那筆花紅 省省省省, 都夠出給那些員工 你肯將你的錢貼給那些小伙子? 你不是說真的嗎? 公司虧錢 我們身為管理層 是有責任跟公司共渡時間的 我願意不收我的舊花紅 是呀, 就算這裡人人不收花紅 也不省得太多 其實公司還有很多位置可以省錢 就以我們工程部來說 我們本來預算 下年就要筆錢去換一批新機 現在我不要 那就是說各部門可以削減開支 每個部門都要減? 尤其是你, 保養臣 我? 你拍攝經常超級, 大家都知道 公司是錢有分造成的 控制你的製作預算吧 我試試吧 開完奧會之後 他做了一份預算 給各個部門的主管 看要怎麼可以自殺開支 之後的事我有聽聞過 他做了一份很詳細的計劃書 給那些股東 股東很喜歡 他就順勢拉攏時小姐入股 他自己就做了CEO 我最欣賞他的身體力行 以前舊老闆 他親愛地公幹一定是坐頭等 但是他就不介意坐經濟客位 因為他覺得應洗側洗 雖然很多同事都覺得 他經常按著那個荷包 但確實公司因為他這麼節省 而財政是穩健了很多 所以他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一個好老闆 其實你和時生是兩種人 你怎麼可以做朋友呢? 說起來我也很意外 只是馬路 你數一下這條馬路 有多少條行車線? 搞什麼? 你在這裡叫路,幫我看看那部電腦 我猜到你在這裡用電腦 弄得公司的壞話落不著 那關我沒什麼事 我早要警告你了 你也知道嘛,公司企業很差 沒有同一時間又看影片 又剪片又下載的 你都不聽別人說的 這個企業受不了 就被你搞砸了 你又說過嗎? 好心,你這個大監製 除了拍攝之外 進修了電腦知識嘛 我都不明白,為何其他同事這麼害怕 什麼? 對了,你這麼晚還在公司呢? 你以為只有你才去打烏鐵嗎? 你姓時的,你必須去做的 雖然我是辭職家做一件成人 那不代表我不能努力工作 也不用蹲在工程部做個小主管 大財小用 也是學而自用的 不是,我聽說你喜歡寫散文 你不是想多做作家嗎? 你看過那個習慣嗎? 看過一下吧,還不錯,不太覺悶 我…為何不在香港方面發展? 我爸爸不喜歡 但我不想聽說讀了什麼工商管理 最終選了讀工程 後來姐姐也支持我 建議我進來電腦記錄 你肯定時小姐不是想特地洗開你 讓我可以讀罷家業嗎? 錢我根本不在乎 現在我作為一個工程部的頭 我剛才想做一個不會恨人憎的老闆 就是你的相反 這麼短的月細祖 我真是第一次見到 時先生在你口中好像很可愛 而且我真心覺得 他真的很懂得管制作和操作 我同意你沒用的 要說服他們才行 其實你有想過跟他們談談嗎? 人人都知道我跟時先生那麼老友 他們會覺得我偏事 你這個眼神 除非你真的像那些人估計 沒想坐CEO這個位置 三個月前我不敢說 不過現在我想多點私人時間 享受生活 那我當你知道我的意思了 其他東西你讓我再學習 收到封… 如果在內部找不到合適人選 阿富蘭克林先生 就會空降腦海來做CEO 你怎麼這麼邪?你這麼大聲 你真的不打算玩這個遊戲嗎? 我不是說了嗎?我想多點私人時間 那你會投誰? 我想投誰? 為什麼? 因為我見過一幕 令我對他改觀 為什麼?為什麼上個季就花了這麼多錢? 姐姐,你沒看過Dina拍的新劇嗎? 他買了一部高清機回來 這部劇拍到拍得著荷里活片的水準 數時剩下三點 我很膚淺而已 我不懂得欣賞什麼叫荷里活水準 就因為這樣你花了五個百分比 現在還叫我撥錢給你起床廠房 沒問題 別說了,姐姐 TVI真的需要擴展業務 讓你同事多點空間 香港的傳媒行業才有前途 我只是做生意而已 你要不要把整個香港的傳媒 都揹上身嗎? 你介意花多了錢而已 這樣吧,將我在時事家族基金 那份量扣吧 那你夠用嗎? 總之你肯批擴建廠房,你照扣吧 這麼傻的老闆,我只是第一次見你 Daisy,莫時生掃耳的那份計劃輸 你見她不行了,那我來吧 那一會兒 Daisy,你先撿回去 我再撿開 時天上你點我嗎? 那是什麼? 你說過的 TVI有你的時天上一天 就有我的古曉臣 有一個人就站在這裡,你想走嗎? 不是我想,時勢不留人 一向都是英雄做時勢的 這份計劃書 你別誤會,我沒這麼癡情 這份計劃書是你個好秘書做的 如果你還有我認識的時天上 就拿這份計劃書爬起來 坐回你老闆這個位置 老闆 我只是承認你時天信做我老闆 下次怎麼做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以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 不會吧 對啊 我先來